接下来看的也是人权的议题 以哈战争引发了全美校园的反犹太浪潮 现在演变成顶尖大学的校长 在舆论声中被迫辞职 因为上个星期二 哈佛大学、宾州大学和MIT麻省理工学院三校的校长 都到国会的听证会上 主要是国会要他们说一说校园反犹太的风暴 究竟学校采取什么样的立场 结果这三个大名校的校长 在保护言论的前提下 对于议员要他们回答yes or no 究竟反犹太风潮算不算校园暴力 对于这种二分法他们采取不回答 但是却给了议员一种含糊其词的印象 最后掀翻了舆论批评 特别是美国宾州大学校长 从学生、校友到捐款人都大表不满 那么压力大到捐款人上亿的捐款全部撤回 因此周末宾大校长宣布辞职 目前外界焦点转向哈佛和MIT 共和党的众议员要这两个校长也下台 但是哈佛大学数百名教职员签名签连 请愿连数书力挺哈佛校长 美国长春藤名校宾州大学校长迈吉尔 因在五小时的国会听证会上 对校园反犹太朝言辞闪烁 引发各界批评 周末宣布辞去校长一职 不止宾大 出席同场听证会的哈佛大学和MIT麻省理工学院校长 也同样遭外界施压 全因为这个问题 自十月以色列和哈马斯爆发战争后 全美校园反犹太情绪升温 三位鼎大校长遭共和党众议员逼问 呼吁对犹太人进行种族灭绝 是否违反校园霸雷和骚扰的行为准则 但三位校长在平衡保护言论自由下 拒绝给出明确yes或no的答案 对挺巴勒斯坦的抗议 没有采取强硬路线 立刻遭众议员重跑抨击 听证会后 就有群众在兵大校长办公室外抗议 直呼种族灭绝 没有任何细微差别 兵大一位捐款人 甚至威胁要取消1亿美元 相当台币31亿5000万的捐款 除非校长换人 兵州民主党籍州长也跳出来谴责 白宫也明确表示 对于种族灭绝没有模糊空间 之后兵大校长 发布引带声明 试图为自己的证词澄清 57岁的麦吉尔是美国最高法院前助理 曾任史丹佛大学法学院院长 去年兵大才聘他担任校长 如今连同力挺他的兵大董事会主席 补课双双下台走人 两位兵州大学学生也对学校提起诉讼 指控大学和包括校长在内的教职员 因为校园反犹太浪潮蔓延负责 而听证会的片段在网路上疯传 更进一步引爆三校犹太裔的愤怒 要求换校长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哈佛大学校长盖一 事后则为自己的证词致歉 哈佛大学校长在学生报发表道歉文 表示呼吁对犹太社区暴力相向 对犹太学生的威胁在哈佛没有立足之地 也绝不会不受质疑 71位国会议员连述要求 这三所大学的董事会罢免校长 不过哈佛数百名教职员 包括至少570名教授 则签署请愿书力挺校长 要校方不要屈服于政治压力 开除他 TV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